周二上午南加州天普市的部分居民 带着支持和感谢的心情 来到洛杉矶县警署分局慰问警察 我们去买了披萨 水果 很多饮料 就是在那么热的天 跑过来支持一下警察的工作 表达我们这里的居民的一个心意 方先生指出 自黑人命贵抗议发生后 美国各地纷纷出现警局预算被削减 导致治安状况日益恶化 暴力犯罪的数量激增 现在纽约 芝加哥都有很大问题 波特兰都有很大问题 这个问题很严重 就是会严重到整个社区的房价会大掉的 因为在这种社区的话 大家不敢居住下去 房价掉了 经济活动减少了 等于就是税收就减少 税收就减少了以后 政府的预算就减少 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反观洛杉矶县除了削减警察预算 还提前释放大量重刑犯 对此民众感到十分忧心 我们认为甚至应该给警察增加费用 为什么 现在警察的风险比以前大很多 因为你看最近举个例子 我们州长释放了至少8000多个重罪犯 各种罪犯到大街上 这些人难道都回家睡在家里不动吗 事实上加州自2011年就先后通过一系列法案 纵容犯罪 其中有将重罪减为轻罪的AB109号法案 和盗窃不超过950美元不必入狱的47号法案 以及提前释放非暴力罪犯的57号法案 而自从中共肺炎疫情爆发后 加州分别于4月和7月总共释放超过1万名囚犯 再加上刑满释放者 加州今年释放的囚犯人数已经超过1.6万人 为了维持社区安全 华裔居民们也呼吁社区积极参与政府的会议 表达民间不想解散或削减警察预算的意愿 新唐人记者王自艺 洛杉矶采访报道 稍后 华裔居民apons 华装 air 华裔居民ポセリ 系国主 Ala коман